Hello,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UFOSTAR聊天室 我是今天的市长怀特 还有带来我今天邀请我的室友凯尔 演员凯尔 刚才你们听到的是欧巴布的最新专辑的一首歌 它其实就是韩剧的欧巴的意思 但是Bob是真的人吗? 不是,欧巴布其实就是韩剧的欧巴 就是我在这两年单身的时间就一直不断在寻找我的欧巴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其实要是真的有个Bob的这个人的话会很浪漫 就是欧巴 对啊 但是我很少看到人家叫Bob 对啊 我想像到的Bob都是比较是大叔 对大叔类的 对对对 大叔OK啊 大叔也需要爱啊 但是我比较喜欢的应该不是真的是韩剧的欧巴型的啦 那你喜欢什么型 我现在在想欸,我现在那首歌里面讲的 首先就是要专情咯 哦,这个直接淘汰掉99%的男生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 哎呀,讲到这个就要想讲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记得我对凯尔的印象就是一碗刀削面 他曾经在我两三年前失恋的时候 买了一碗刀削面给我吃,因为他是我邻居 对,因为那个有一次我在跟一个海外的经纪人聊天 然后海外经纪人就是BRB的经纪人 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团体 然后呢就是介绍,哦我认识另外一个台湾女生啊,然后叫怀特啊什么的 然后那时候你还没有 你连我名字都念错,不是怀 我知道啦,怀特OK 那时候就是狂念错 然后呢,那时候就是,你还没有得进去讲 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是我已经忘记了,三年一个有吧 三年前,疫情前啊 哇,我那时候真的是很黑啊,很暗,很暗的妹子 超暗 就是带着一个那个,我平常走在路上就是穿着黑衣,然后黑帽 然后戴着眼镜,然后头低低的这样走 每天都像幽魂一样飘来飘去 然后那经纪人呢就是有介绍说,诶,你可以meet up之类 然后我们真的有约,meet up 但是因为他的style就是墨镜跟帽子,所以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他还问我说我是不是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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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候,你们就知道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的中心 有,超邋遢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要这样,很多踢很帅的 找不到人哦 我也算是帅的那种吧 他在我对面,我说,诶,你在哪里啊,我找不到你 他就挥手,我说,哦,原来长这样 哈哈哈哈 他就OK 那时候我实在真的是心情太不好 所以那时候不管他怎么嘴我,我都没有感觉 对 那时候呢,他好像连吃饭都没办法好好吃饭 对 然后因为我们住很近嘛,然后我们就是家附近有个很有名的刀削面 然后我说OK,好啦,我现在有点时间,我买东西给你吃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是一起去嘛 没,我买,我买你家 哈哈哈哈 然后你开门说,你回来了 然后那时候他就入围巾去讲了哦 他还没有预备,其实要怎么穿啊,穿搭衣服,完全没有在鸟这件事情 他就一直在那个蓝锅里面,然后我说,诶,你要不要赶快预备,因为我只剩下几个礼拜而已 然后他就突然醒过来说,哦,对,我有入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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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时候整个不知道 对我来说,我就是过了两三年,我还想起这件事情,我还是觉得 哇,真的是很感谢开尔当初 有那一碗非常非常就是 很温暖的刀削面 诶,蛮好吃的吧 蛮好吃的 但是也是,除了好吃之外,谢谢你那时候温暖我的心啦,感恩啦 我看你可怜了你了 我可怜 好啦好啦好啦 听诶,诶,新竹你是个什么,最近要发行新单曲了 然后你之前是不是,诶,诶,会你街啦我不会街这个,会你会你啦 其实我,你最近有发新 Plug,对对 其实我去年有发一张了 这样劫可不可以 可以咯 可以吗 我去年有发一张叫 我知道那时候你是不是自己亲自抄到几乎所有的事情 没有,我也不想啦,但是就是一定要这样 我跟你们说,我认识开尔刚才除了那碗刀削面之外 我对他最有印象的就是那时候他自己 基本上它你們想得到的一個音樂的製作過程 它幾乎都包辦了耶 錄音混音編曲 是不是 然後連視覺什麼的你都會參與 都一定要參與啊 然後連造型 那時候我的 那時候那個邋遢的黑T恤造型 還是是他給我一些造型師的什麼建議 因為我 因為你是雙子座 然後我不知道雙子座是不是有一種很固執 那我應該完全不是雙子座 你是啊 你實在是太有型了 不是 你自己也超有型的 你看你這個 你這個 你這個 style 你說現在嗎 沒有你從以前到現在你的style都一直很棒 欸你剛剛才三分鐘才說我邋遢 你現在說我有型 我們說私底下 私底下 私底下跟檯面上不一樣 我不cue你私底下幹嘛 OK 但是 沒人也認得出來你私底下長什麼樣子 好了好了 那你不要分享一下你去年發行那個專輯的感覺是什麼 感覺喔 其實會有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時代改變得太快 就以前大家一定要發專輯嘛 那我發一張之後就發現 喔 其實 在這年代要推廣一張專輯 是相對的難 你要讓大家聽十首歌 十一首歌 真的 其實因為現在很多平台他們只能推一首歌兩首歌最多 所以我們會在很之前就分開很多首單曲 然後之後再累積變成是一個故事嘛 一個故事 對所以那時候去年我們就是這樣玩 我就是從可能去年一月的時候就開始發單曲 然後累積變成一張專輯的故事 但是 那就是一個比較長要籌備的過程嘛 那你要讓大家真的去聆聽你的專輯 其實我覺得要有更多宣傳的預算 或者是更多宣傳的一些想法 要幫大家更理解你這一次專輯的理念是什麼啊 那你這次專輯的理念就是你去年發的這張專輯 伊卡洛斯 那時候專輯的理念 你取這個名字為什麼會想要說這個故事會是什麼 他就是以前一個希臘神話的故事 就是他一個男生叫伊卡洛斯 然後他跟他爸爸就是飛向他們要逃了一個塔 結果呢 因為這個男生就是很 太年輕嘛 年少輕狂嘛 然後他就是戴著這些翅膀 但是這個翅膀是用蠟跟羽毛做的 所以他接近太陽的時候呢 這個蠟羽毛就會融化 然後掉他就追回到海裡面死掉了 所以他其實就是一個 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 Whatever you do Do your best And do what you want to do 雖然很多人覺得說 喔他就是沒有好好聽話 但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他為了他可能喜歡的事情 然後去做 Gives all in Gives all out 那種感覺 這其實就是這個故事其實也是我對開爾的印象 就是你會看到他就是一個 他沒有簽那個經紀 你現在還是獨立藝人的狀態 他一直都是沒有簽就是一個經紀公司 他獨立完成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甚至好像還開了一個工作室嘛對不對 然後做一些就是 對一個公司 對跟音樂有關的事情 一個公司 所以對我來說我就會覺得說 你能夠這樣子有肩膀的撐起這麼多的事情 其實就是 其實跟這個故事其實是有點像就是 Do what you want 然後就是一直一直的不斷的努力做下去 就寧願失敗也失敗在自己手上 太浪漫了 好啦那我也分享一下我這次發新專輯的概念 我也蠻有好奇的 就是因為你知道我三年前是那個什麼那個鳥樣子 你知道這三年我不斷的經歷各式各樣的低潮 然後還有我的就是那種 情緒上壓力上那種 其實我感受得到 二十幾年的累積 你知道我以前的環境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曾經是就是每天待在醫院待在書桌前的書呆子 對啊所以你要知道這三年我其實經過了很多 在造型上外型上什麼東西都有大大的改變 所以我其實這一張專輯 新的專輯其實就是在講 這整個慢慢的走出去 然後看到自己其實有一些特殊怪怪的就是way out的地方 我自己就是一直在發現這個過程 然後把它整理出來 因為我有觀察你在IG上就是在創作的過程 或者是你在生活上你有做一些調整 或者是你有成 你有就是you were quiet for a little bit 然後你就開始去學習怎麼讓自己放鬆 對 學習讓自己怎麼 再回到一開始做音樂的感覺 音樂的感動 對 其實我蠻好奇在過程是怎麼樣子的 我真的是 哇我現在想起來 你有做什麼很特別的事情嗎 讓自己 我現在想起來我試了十幾種方法 要讓自己覺得說好像要怎麼樣才可以平靜一點 然後把那些以前那種壓力 還有你看到我那時候看到我的那種 焦躁焦慮的那種感覺把它釋放掉 我試了十幾種之後 我最後最有印象的就是去打坐吧 深山打坐 打坐一天十小時 早上四點半起床 沒收手機 然後再 你說那種少林寺的那種嗎 欸它不算少林寺 它沒有那個宗教 它沒有宗教 但它其實就是也像是一種 也像是寺廟的那種感覺 印度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它叫那個Vipassana的內觀 Vipassana 等一下那是原住民話嗎 不是啦不是不是 它就是一個好像是是從印度來的一個修行的方法 反正因為我那時候真的太不平靜了 所以我寫這張專輯的這個過程 就是從一個不平靜慢慢找到一個平衡 嘗試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所以這張專輯叫Way Out 然後很多對大家來說都是覺得 這風格怎麼不像壞特壞特壞掉了 但是這就是我這兩三年在經歷很多很多的混沌的那整個歷程 原來也是你啊 是啊這都是我 你們都是看著我 一路從那些那麼不正常變成現在比較好一點的樣子 我可以播我的歌了謝謝 聊到那麼多 那我們就先來聽聽 凱爾在8月4號發行的單曲 Summer Demo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 哈囉你現在收聽的是菲莉迪的聯播網UFO Star聊天室 我是今天的市長壞特 我是今天的室友凱爾 剛才也聽到的歌 剛才那個炭氣是什麼 那個哈氣是什麼意思 沒有 因為我們在剛休息的時候呢 我就跟懷樂講說 我覺得我們下次有一個人不能戴墨鏡 因為有些事情 沒辦法打暗號 對沒辦法打暗號 兩個都戴那種很深的墨鏡 看到彼此的眼神 對啊什麼都看不到 好啦剛才你們聽到的歌叫做Morning Baby 是我跟洪佩宇的合作 那如果你們現在是一個聲線暈船的狀態的話 這首歌可能很適合你喔 等一下為什麼 沒有找我合作這張專輯 你說這張專輯嗎 Yeah man 然後這首歌只有一個扣打 那時候製作人就推薦佩宇嗎 不要這樣喔 你製作人是誰我就講一聲 君豪啊你跟他說 朱浩老師 你不要這樣給我了 講到這個 三年前那時候 我在那個混沌的時候 他那時候好像有提是要合作還是什麼 那時候我跟Dina 還有跟你有寫一首歌曲 對 那時候我記得我是負責 好像有彈一下吉他還是什麼的 對然後呢他原本在後面有一段 他要唱饒舌 你還記得嗎 然後我就說 我跟Dina說欸很酷欸 他要唱饒舌 然後呢有一次我就去找他 我說欸你OK嗎 你可以錄嗎 他說喔好好試試看啊 然後試再怎麼試 他就太難過了 他唱不進去 我真的就是 我那時候完全沒有寫任何的東西 可是我還是就是很感興 因為他們那時候有找我去 然後就試著想要我振作 你有沒有感覺 尤其是我們看彼此 特別是看你啊 你好像正在坐雲霄飛車的感覺 真的 你在最低然後再高 然後再去山上修行 對欸講到這個真的是這樣子欸 真的欸 我的天哪 我看你長大欸 我的天哪 開耳 可是你會覺得 我想問就是你三年前在台上的表演 跟現在的表演 差別會是什麼 修行後的表演 會有差嗎 我覺得你那時候 你在唱歌的時候你會感覺 你好像不是是在一個 因為我們在台上唱歌的時候很常是一種單方面的 嗯 你知道就是你釋放你可能有一些能量 可是當清醒一點在上台的時候 你看著這些人在你前面的時候 你會有那個流動的感覺 就你有那種演完有時候是有時候是消耗 有時候是突然覺得更有力氣 更有力量 有時候觀眾的那個意念 或是什麼其實我覺得也是一種能量 我慢慢開始感受到 所以有時候我結束完之後 會覺得那種很溫暖的感覺 對 這是一種我在那個混沌的時候沒有感受到 對啊 那你咧你咧 我想啊 我很好奇你的那個表演都 我想到這個 Kyre的表演都是非常之特別的 就是那種我們 我那上次有領教過就是 他會在台上進歌熱舞 然後他會把人Cue到台上跳舞 而且是跳非常非常西方嗎 這叫西方嗎 西方嗎 怎麼解釋那個你的 你上次說的那個 色 不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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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次說的那種舞 那個什麼舞 就是要 就是性感 性感嗎 那如果你是一個 你就是比較保守的女生的話 你就是真的會 大開眼界 對 你可以形容一下你在台上的那個感覺嗎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不是啦 除了色應該還有別的嘛 形容一下 其實他會是一個 另外一種高潮 就是除了來看表演 其實我沒有說不到很不喜歡 就是很多人看演唱 我可以直接用手機一直拍 一直拍 一直拍 其實我想要的 我很喜歡的演唱會是 像我自己去看演唱會 我是不會想要把手機拿起來 我想要感受那個moment 因為我覺得那歌手給我的能量 我也要把那能量feedback回去嘛 就像你講的就是 你會感受到一些溫暖 所以台下 要是他看著我 然後對我是 叫啊 或是有一些 手的動作啊 我會覺得很棒 就是like we're interacting 我們在互動嘛 所以我很喜歡那個感覺 那其實 嗯 我覺得可能 亞洲已經習慣那種唱跳的風格 或者是彈吉他唱歌的風格 就是可以在 我想要玩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是跟台下有更多的互動 那其實這可以包括可能身體自動 但也有很多是那種開玩笑的 就是講很多的屁話那種 我也很喜歡 但是你主要是那個就是那個互動 然後主要是比較肢體上的 嗯 maybe 什麼時候會 最近有什麼時候我們可以看到你 其實我之後會在S2O有表演 S2O 什麼幾月幾號有 S2O是 819 819的時候 然後那就是一個water party 819的water party 有沒有人要跟我一起去看KIRE的sexy的表演呢 嗯 加1 YES SIR 真的不能戴帽子跟墨鏡 不能戴帽子 沒問題 然後不會穿得太邋遢 可以 沒問題 講到這個也要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8月11號的時候 在ZAPP 也有一個我的專長 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歡迎來新裝的ZAPP來看我喔 那你會有很多性感的一些互動 沒有耶 我走的就是比較保瘦的路線 跟KIRE比較不一樣 歡迎你們也來體驗 我現在覺得你好像 你好像露一個眼睛 其實大家就會尖叫 就 啊 你是露一個眼睛 露一個眼睛 露一個眼睛 有沒有可能 因為到現在還沒有露過 沒有耶 但是欸 我現在露眼睛的感覺 就很像是在燙桑仔的感覺 很害羞了啦 阿姨會害羞 哪要不要下次你 你下面都沒有穿得很露 然後上面還是保持墨鏡跟帽子 你只有下面穿泳裝 然後上面戴麻鏡嗎 超帥 你要不要試試看 我不敢啦 我比較害羞一點 不會阿 妳有OK的阿 真的 在運動的 這一塊就是我跟KIRE比較不一樣 因為就是說真的 這個是我還沒有就是 沒有那麼open的 就是在表演 還有 只要是變成white的時候 你知道那時候 在唱歌啊 然後還有 在做的音樂方向 真的之後跟像 開了這種比較 外放 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每次我看到他 就是有一種 哇 我好像又學到了一點什麼 那種 長知識 增長見聞的感覺阿 那妳有沒有想要突破什麼 我現在還沒有突破 我現在還在我的舒適圈 滑呀滑呀滑 沒有阿 妳有沒有自己有給自己一個任務說 OK我這次要做什麼不一樣的東西 我這次要跳舞 因為我知道妳在學跳舞喔 欸等一下 那我這種跨出舒適圈 可能頂多就是一種 就是可能頂多學跳舞 那我可能就在台上 本來變成像一個木頭一樣 站在台上 可能就開始像一個 小木頭這樣轉啊轉啊轉啊轉 可是如果要像妳這樣子 可以扭啊扭啊扭 我覺得應該是不太 還沒有那麼快啦 其實我跟妳相反的是 我希望 呃 台灣的文化是可以在 再跨出一步 去接受這件事情 再open一點 再open一點 我希望 我可能不會是那個 推手了 只能要靠妳了 那對妳來說 妳有沒有一些比較可以 就是曾經跨出一些舒適圈的那種體驗呢 呃 其實我一直都想挑戰是 自己的 唱跳 然後帶舞者 這件事情 那妳本來的唱跳 不是我印象中就很厲害 妳的肢體就很棒 肢體OK啊 但是我還沒有真正自己帶dancer去表演過 很像一個完整的 一個完整的set 因為那個是一個費用 我們現在講錢了 對啊 對了也是 那個費用很貴啊 對 練團式的費用也很貴啊 對 請老師編個舞 那也是貴的 說到底 就是預算 就是預算的部分 請大家一起來 投資我們這兩位獨立藝人 文化部有沒有要貼文化部 我有申請錄音補助文化部 大家大家 還沒下來 文化部的朋友們 請看看 請看看凱兒的心 是專輯嗎 是專輯的 我也是您專輯 希望文化部的朋友 可以幫忙一下 但他可能看 他打開了P的檔案 然後都是我裸露的一些照片 他可能就關起來 我們沒有在推廣這些 不會 你真是推手 你是推手 I wanna be number one 對 你是第一個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想要分享一下下一首的歌曲 然後我們也休息一下 這首歌叫做 夜走 在晚上走啊走 馬上回來囉 Yeah 哈囉 你現在收聽的是 非得點播王 UFOSTAR的聊天室 我是今天的市長 壞特 And I'm Kyle 剛剛大家聽到的歌曲是 Kyle的Sky Yeah 介紹一下 其實Sky這首歌 那時候我寫的原因是 其實我們好像都在 以前都在尋找一個人 可以幫助我們 一個人可以滿足我們 心裡面的空虛感 那其實之後我自己 去更深了解自己的時候 發現說 喔那個人就是我 我其實一直都在尋找 就是更勇敢的我 來去幫助我自己嘛 那其實 嗯 我好像有一次 好像也是看你分享吧 那時候你好像去上什麼課 之類的 或者是你有PO什麼文 然後就是 我在那時候還剛好在寫這首歌曲 然後那時候我跟你很 就是 因為可能我們兩個都雙座 然後可能 就會 深夜可以 會思想很多事情 然後有時候可能會快崩潰 那是一種什麼感覺啊 就是 當你覺得 好像身邊有人 但還是是一種 有一點寂寞 或是好像還是有點空空的那個感覺 那是 那個時候 你的深夜 你是會想什麼 想找更多的人 還是說 蛤 你有什麼 想找更多的人 想找更多的人陪你 還是你會想要就是 什麼 我這麼溫馨的歌曲 被你這樣一講 整個歪掉了啊 沒有沒有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我們深夜的時候 就是會覺得是 有點空虛嘛對不對 對 那你在那個時候 你有找更多人嗎 沒有啦 我就跟你們說 我就是這兩年都很單身 很很很單好嗎 不像 我是異語常人的時候 不像什麼 你想說不像什麼 不像 你講完啊 好啦 那本來就是Sky Sky這首歌 是你自己在深夜跟自己對話 然後想要 不想要找一個父母 在感情中的父母 因為我們常常因為 我們因為空虛 可能就會想要 找一個人陪 然後就抓著他 但其實他 太多父母 對那那個太多 那都不是我說的喔 不是啊 就是你找到那個父母之後 你會發現 欸抓了這個之後 你還是沒有那種 真的滿足的感覺 對 就還是覺得少了一點什麼 應該說你越找 你會越空虛 對 對那這件事情 你有慢慢的找到一個方向嗎 怎麼平衡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是 within yourself 就是這樣 你要go deep within yourself 就是在你自己裡面 你覺得現在已經到了 一個go deep的程度嗎 沒有欸 就是很多都需要挖掘吧 像我有去看那個什麼 心理輔導師嗎 就是 智商 智商師 然後就是他就是 從我出生 到我現在 然後就可以跟他講說 我發生什麼事情啊 然後有什麼樣子 創傷啊 然後很多問題啊 然後他就跟我 laid out 從家庭開始講啊 家庭感情的事 交予感情 對然後可能是地方啊 文化有差別啊 什麼的 然後他就說你必須 一個一個去医治自己 然後更高 跟自己說有 你已經盡力了 嗯 你已經在那個時候 你已經做出最好的決定 然後很多時候不是你的問題 而是就是這樣 是有點像是跟 某一些受傷的自己 和解的那種感覺嗎 耶耶耶耶沒錯 啊 對啊 那Sky其實在講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你應該有很大的感受吧 有有有 這一塊我也是在這疫情這三年 還有疫情加上 金曲 然後加上我自己全職 完完全做音樂這三年間 我也是不斷的在修復 各個不同的 可能曾經受傷的 或是孤單的 空虛的自己 或是缺愛的自己 就是我也是用了 好些好多方法 像是這樣的諮商 我也有試過 很多那種比較 西醫之外的 我都去試過 像是什麼靈魂溝通啊 另外一種諮商啊 靈魂溝通是什麼 這個我很 我有興趣喔 靈魂溝通是什麼 有一些那種 有一些方法是叫做療癒 然後那些療癒是他 好像有些人是 這信不信有你啊 有些人他們是 對靈魂這件事情 他們其實是有 有感受的 然後甚至他是可以溝通 他是可以去跟你的靈魂溝通 但不是死掉的人 不是 是你現在就是你在 但你相信你自己在的時候 你其實有個高我的靈魂 他其實他一直都在身邊陪伴著你 那這樣子的人 他們有很多的派別 有些叫做天使療癒 西台 其實我也沒有很熟 但是就是我試了幾種 阿卡西 就是他們都可以去打開你的 跟你的靈魂溝通 說你到底活在這個世界上 為什麼你會有這些痛苦 然後他還想跟你說什麼 因為他一直陪在你旁邊的話 你可以在這一生 再努力體驗些什麼 我想先問一下 你在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你會分享那麼低嗎 不會啊 我會嚇死人耶 因為這個東西 因為我也很久沒約會 所以我可能平常也沒有這個體驗啦 可是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真的是齁 我跟你說 真的約會的時候 你真的是沒有辦法跟 比較少 因為比較少人會接觸這些東西 人家會覺得 很特別 就是人家會覺得你瘋瘋的 而且一般人根本不會意識到 自己有這種空虛感 所以 當他們如果是這種狀態的話 也根本是不用聊了啦 我覺得應該是 音樂人或是藝術家 藝術 我覺得做藝術的 最容易有這種 真的 我還試過一個是那個鐵碗嗎 然後有聲音 宋波 對 宋波 那個你覺得有效嗎 那個很舒服啦 但也沒有效 我只試過一次啊 但我覺得哇那個vibration好棒 對 宋波也有 然後還有放音頻 因為他們有一種是 不同脈輪 有不同的音頻 然後如果你是有一些狀況 比如說海底輪啊 什麼輪 比較缺乏的話 你可以播那些音頻 就各式各樣的方法 我那時候我是列一系列的清單 因為我要自救 你知道嗎 太糟糕了 我現在就是我這個狀態 你到底發生什麼事啦 你知道嗎 那種狀態是 你自己都 你都已經看過我超難過 因為我那個時候難過 人家都覺得說 你應該想想給我 這麼多其他快樂的事情 我是很幸運 我應該要感恩的人 但是你自己知道說 你一直在往下沉 所以我那時候是練了一系列的 自救方法 Google查的 所以剛才你聽到的那些 各種療癒的方法 就是網路上查到的 然後就一個一個 有點像是亂事 那有什麼東西是 你目前還在practice的 我現在沒有 我現在真的就是 我現在已經平衡到 慢慢平衡到 我只要一發現 我又在下沉 馬上就會去跑步 馬上就去跑步 馬上就去 需要的話 你就是靜下來 冥想打坐 因為那是墨鏡跟帽子跑步嗎 不會耶 講到這個 欸他在出去 還是沒有人認出來 就是一個邋遢 對 可能阿姨走在路上 Aj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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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juma找歐爸啦 講到這個 我寫這首歐爸的時候 那時候我想要去韓國看 結果都看到Ajuma 他沒有看到歐爸 對啊 為什麼歐爸都跑去哪裡呢 可能來台灣找 找你了 真的 我期待我遇到啦 好了好了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要講 等一下還在講勵志的Sky 怎麼會突然變歐爸了 沒有 剛蠻勵志的阿 因為其實 其實我們剛剛可能 大家在聽這電台的時候 就是欸我們來算命平台 是不是 怎麼會 這好像兩個老人在講那些 我跟你 你試試看 可是你想想 這件事情其實 現在 我覺得很多的年輕人 也慢慢遇到了 因為這本來應該是 可能你中年 你退休之後 你人生 又進到下一個階段 不用再追逐任何目標 你才會遇到 可是其實現在很多年輕人 他們一直 在追的過程中 他們發現 他們其實也是很空虛 生病 我覺得現在這年代 越來越誇張的是 越來越多年輕的人 去尋找 像你講的自救的方式 因為我覺得社群媒體太多了 然後太有 很多比賽比較的那種感覺 對 你一直覺得自己不夠好 可是 我們都會把自己最好的狀態 放在IG上 FB上 然後大家會覺得說 哇你怎麼過那麼好 對 然後你一直看 你從粉絲數 你就會各式各樣的 你又一直去比較 人家會多PO這個 少PO這個 為什麼你沒有 當你在流淚吃刀削麵的時候 你看別人過得很舒服的時候 的確會不舒服 但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沒有這個課題 我現在 對但是我現在開始 我發現社群媒體 真的好像會有 會影響人耶 會一直有一種 欸怎麼 他好像又多做了這個 然後我是不是也該怎麼跟上 或是什麼什麼的 開始會慢慢的 然後前陣不是有 有推出一個threads嗎 對 哇那個一推出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 oh my god 對就是又來了 我好像又要開始追什麼了 然後threads是適合講幹話的 ok 不能PO很認真東西 對 他說我看我要講幹話 在這邊 就你好像一直 必須要去完成一些什麼 來迎合這個 現在這個社群媒體的時代 一個TikTok IG 小紅書 對 久了之後你知道那種 焦慮就會來了 我們就要在 我現在就固定 每到一個時間 就要去山上打坐 是不是真的像Ajuma 對不對 就是我 我就是一個二十幾歲 就會做這種事情的Ajuma 好好笑喔 哇 真的是 可能我們在 你現在在做的事情 可能是那種六十歲 五十歲的人 在做的事情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可以在這麼年輕的時候 你就慢慢找到一個 心靈上的平靜 你是後來沒有會覺得說 你現在努力的這些東西 都不用這麼痛苦的努力了 因為我們都說是痛苦努力的追著 比如說錢好了 追著感情好了 對啊 你就是 後面你就可以變得靜靜的耶 你就說 躺下來耍廢嗎 就是 邊耍廢 然後你還可以平靜自在耍廢 就不用努力了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躺著 就是 每天就是躺平哲學 但是也不是這樣啦 我還是希望 我還是希望繼續 做很多音樂啦 你希望大家幹嘛 快樂 我希望大家 對就是要開心快樂 欸我問你喔 那講到快樂 那你還會在舞台上感受到快樂嗎 現在 現在越來越有了 那講到這個 我又要開始說 我8月11號 要去ZAPP新裝 我的個人第一場大型的專場 大家要記得來喔 來看阿嬤媽齁 來看阿嬤媽齁 阿嬤媽怎麼 叫你慢慢的找到平靜齁 還會有表演打坐齁 這個我想一下 好啦好啦送上我今天的最後一首歌 這首歌就是我這兩年一直不斷的找平靜的過程 這首叫做快樂 希望大家會喜歡 掰掰囉 Kai Bye Bye 我們再買到下面給你吃 好 掰掰 就愛點你UFO